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 昨天9月14号,欧盟的三位主席和习近平展开了对话 习近平受到这三位主席当面的指责,严厉的批评 习近平非常的难堪,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会后呢,他动用党媒对整个恶门进行了无理的谩骂 非常的粗鲁,非常的野蛮 简直就像1960年,苏联的总书记赫洛晓夫 比与会代表进行批评的时候气急败坏 然后脱了自己的皮鞋,狠敲,连和国的桌子一样 整个的状况呢,让人大跌眼镜,非常的惊讶 那我们看,中国呢,最近想特别的巴结欧盟 因为欧盟呢,现在变成他外交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知道呢,中共啊,他跟美国呢,已经关系彻底的搞臭了 在经济方面呢,已经走向脱钩 美国的市场很快就要丢失 在政治,外交方面已经走向全面的对抗 甚至呢,军事方面有可能擦枪走火 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就把眼光指向了欧洲 希望欧洲呢,一个是能扩大中国的市场 另外一方面呢,在政治上可以联合欧洲来对抗美国 那么欧洲呢,跟美国也有一些分歧 那习近平就想把这些分歧搞大,然后连欧抗美 这些分歧呢,有关于移民方面啊,气候变化 还有美国的单边主义,还有呢,川普的一些行事为人的作风呢 那欧洲这些比较左的领导人呢,不太喜欢 所以习近平想利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分歧 然后把欧洲呢,拉过来,来对付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在这个疫情后期就连续派了两批人到欧洲 想搞好这个关系 第一批呢,就是王毅,第二批呢,是杨洁篪 那第三批呢,就是他自己呢,亲自匹马上阵了 那第一批呢,王毅到欧洲之后呢,完全是败走卖城 那上个月呢,王毅他访问了欧洲的五国 但是到第一个国家,意大利呢,人家意大利根本总理呢,不想接见他 到了法国,那法国总统当面就说,华为呢,我们不会采用 到了挪威呢,他居然说,诺贝尔和平奖不能给香港的抗议者 让全世界呢,大跌眼睛 然后他到德国的时候,居然呢,对正在访问台湾的捷克议长 说要给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那这句话一出呢,那整个欧洲呢,非常的对王毅产生一种负面的看法 他对欧盟成员的捷克议长啊,居然说这样一种流氓式的土匪式的威胁的话 可见这个人的素质,可见整个中国的水平 所以呢,他王毅呢,在欧洲想做的一些外交努力,全部的一败涂地 本来呢,在这个疫情后期,想修复一下关系 因为这个疫情呢,是这个欧洲呢,对中共政权非常的痛恨 因为他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罪魁后手 另外新疆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呢,是欧洲和中国产生了太多的割合 所以呢,王毅去想修复这个关系 但是,他去了之后呢,反而使这个关系呢,更加的恶化 那么看到这个情况呢,杨洁篪马上就跟着再去欧洲 想呢,进一步的把他的基本盘,就是西班牙和希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给恢复 这两个国家呢,一个加入了一带一路,一个加入了亚投行 所以呢,他通过这两个国家来巩固一下经济的关系 那些北欧那些国家,通过王毅的访问看起来 他们呢,好像跟中国呢,快要分道扬镳了 那么,把南欧的这两个国家,这个基本盘一定要稳固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是深受疑情之害,像西班牙、希腊 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权是口服,心不服的 虽然在经济上,因为这两个国家比较发展幻慢 所以要依靠中国,但是未来在政治外交上 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是要站在欧盟的这一边 王毅、杨洁篪、欧洲之情惨遭失败之后 习近平开始亲自披挂上阵 与欧盟的主席呢,进行亲自的对话 习近平深知的欧盟对中国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已经在美国的领导下 全面的开始抖共,全面的开始围供 那我们看到美国呢,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 全面的孤立中国,而且呢 美国也领导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等 这些民主国家全面的来对中共政权进行孤立、进行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欧洲呢,现在还没有对中共进行制裁 还没有彻底的像美国那样进行争奋相对的斗争 所以习近平呢,还心存侥幸 而且呢,他企图以经济合作、经济利益呢 来做诱矮,跟欧洲呢,展开对话、展开合作 可惜呢,在昨天的视频会议上 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欧盟的这三位主席专门就贸易不平衡 中国的人权问题给习近平呢,上了一课 指出了他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欧盟呢,以前对中国呢,很多地方言听计从 不敢的大胆的谴责他,批评他 因为存在一个经济合作的问题 欧洲呢,经济发展不景气 尤其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一直对中国呢,比较的顺从 但是这次呢,经历了这个大瘟疫之后 他们看到中国的确是对整个欧盟 对整个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呢,必须要站出来指责中国政权 不指责的话,那他下一步呢,会有更大的危害 临到欧洲的头上 所以这三位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 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还有欧洲委员会主席弗德莱恩呢 他主要谈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现在中国对欧洲就像中国对美国一样 他可以大规模的倾销他自己的产品 但是他自己的市场不给你开放 很多的贸易的壁垒 而且对欧洲的这些商品呢,征收高关税 所以呢,欧洲方面一定要要求中国呢 要开放市场,取消贸易的壁垒 要扩大整个贸易的公平的环境 然后取消这些贸易不平衡 所以这个诉求呢,完全的给提出来 另外在这个网络空间方面呢 一定要自由开放 不能出现华为这样一个盗窃 横心霸道的网络的巨无霸 第二个方面呢,最关键的就是人权的问题 我们知道欧洲这些国家呢是比较左 左的也有它的好处 他就是强调自由高于一切 所以他们对这个自由呢,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呢 这次呢,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新疆的问题 新疆为什么那么多的集中营 对少数民族呢,进行大规模的准作秘诀 准作歧视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法国总统马可隆呢 也进行了猛烈的谴责 这个显示出欧盟一贯的立场 还有香港的问题 那公然是破坏国际法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那再一次的把香港问题也给提了出来 还有南中国海的问题 还有以前的西藏问题啊 等等 这些问题呢,都给讲了出来 当着习近平的面 等于是狠狠地抽了他几个矮光 那习近平听的时候呢 如坐正瞻啊,非常的难受 会后呢,本来有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啊 这三个欧洲的主席都参加了 但是习近平呢,就没有那个脸去参加 无地自容赶快灰溜溜地给逃跑了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米歇再一次的重申 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很多的分歧啊 人权方面 南中国海华为网络的空间 贸易平衡问题等等 这些分歧呢,希望中国呢 能够逐步的解决 而且特别的强调 欧盟不是大国竞争的竞技场 意思是说 你中美之间对抗 你不要把欧盟呢 作为你们拉拢的一个对象 我们不介入 或者说中国你想拉拢欧盟来对付美国 这样一个想法呢 那会彻底的破产 我们绝对不会上你的道 所以在这里呢 把中共啊 他的联俄抗美的这个阴谋啊 彻底的给粉碎了 所以这个视频会议 及其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 确实是欧盟这些领袖 向中国政权彻底的摊牌 向习近平呢 彻底的闹翻的一个标志 欧盟的摊牌和指责 让习近平难以置信 本来是一个非常嗡嗡哀哑的欧洲 各个方面呢 还听中国的话的一个欧洲呢 现在全面的给变脸呢 指着他的鼻子来批评他 来指责他 所以习近平呢 在难以相信之后呢 确实是火冒散仗 露出他流氓的本性 他呢 马上指示新华社 发了几篇文章 狠狠的来跟欧盟呢 开始叫板 说欧盟呢 你们是人权教师爷 你们实行双重标准 你们国家歧视黑人呢 歧视穆斯林 你还说我们歧视维吾尔人 你们是人权教师爷 你们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我们绝不接受 另外呢 我们反对任何人来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 我们反对任何人 任何势力来对中国呢 制造分裂 制造不稳定 制造内乱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欧盟 你就是企图要制造中国分裂 你就是要制造中国的不稳定 你就是分裂势力 你就是颠覆势力 所以这些文章呢 给披露出来之后呢 那欧盟看了之后肯定呢 两国的关系更加的走向 一个孤底 你居然把欧盟指责为是分裂势力 那两国呢 还有可谈的呢 肯定没有什么可谈的 可以说习近平呢 已经埋葬了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把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呢 也全部的给折断了 那习近平 他现在就是孤家寡人 四面楚歌 那欧洲呢 下一步的行动 那就跟美国一样 要开始制裁中国人权 我们知道呢 美国一向采取制裁的行为 从这个最初的贸易战 关税 到后来 在这个新疆 西藏各个方面 对中国的官员 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在这个关税的问题上 在这个外交方面 驱逐这些留学生 外交官甚至把领事馆 也给关闭 等等这些行为呢 欧洲呢 到现在还没有采取 但是呢 随着这两个方面关系 不断的恶化呢 欧洲也有可能采取这些方式 经济的制裁 外交的制裁 全部的来 退出来 然后欧洲和美国呢 全部的给联手 我们看到昨天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接受 法国一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就说 我们为什么制裁 新疆他的这些产品 关键是 中国在新疆呢 大规模的践踏人权 对这些践踏人权者 我们必须给予制裁 让他能够反省 我们也希望 欧洲能够站在美国的这一边 站在人权的这一边 对中国政权 要进行严厉的制裁 那蓬佩奥这句话 说得非常清楚 希望欧洲 能跟美国一样 对中共 对习近平 要进行制裁 你现在的行为呢 还不够 你现在只是口头的指责 谴责习近平 你要拿出具体的行动 来进行对习近平政权 进行制裁 所以呢 现在蓬佩奥是呼吁 欧盟直接的制裁 中国政权 这是一个大好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呢 中国政权呢 在今天突然也宣布 希望欧盟呢 能到新疆进行访问 允许欧盟到新疆访问 实际上我们知道 到时候访问的时候呢 他提前都做好一些安排 给你搞一些非常光鲜 非常好的一些一面 给你看 你真实的情况呢 你看不到 这完完全全是做一个样子 中共它恶劣的本质啊 它是改不掉 那怎么改啊 就是各方面的制裁 严厉的打击 最后让他能够接受这种 承证损失之后呢 能够有所觉悟 如果还不觉悟的话 那必须要采用 军事打击的一个办法 所以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在这次 欧盟高峰会议上的表现 非常的丑陋 就像1960年 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呢 黑洛晓夫啊 他参加联合国的大会 大会上呢 有几个代表 就说你这个苏联呢 在这个东欧侵略了 那么多的国家 你实行的就是殖民主义 你就是一个殖民主义者 你根本不是自己标榜的 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那黑洛晓夫之后 听了之后啊 气急败坏 脱下自己脚上的这个皮鞋啊 就开始砸那个联合国的桌子 这个一幕呢 实际上这个传为 历史的一个趣闻呢 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的野蛮粗鲁 他们在人类正义面前呢 他已经暴露出自己丑陋的真面目了 那习近平这次呢 在欧盟 在整个全人类前面呢 他已经暴露了他的野蛮 暴露了他流氓土匪的本质 所以欧盟呢 实际上已经跟他彻底的断交了 现在的一步就是欧盟 像美国一样 对他进行严厉的制裁 这才是我们所有的正义人士 所期盼的那一幕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